耶路撒冷的伊斯蘭教聖地 艾格薩清真寺 近日爆發一巴衝突 區域情勢急劇升高 六號黎巴嫩武裝分子 朝以色列發射三十四枚的火箭 以方歸咎於巴勒斯坦 隨即對加薩走廊和黎巴嫩南部 發動報復空襲 而加薩地區也發射火箭來回敬 七號凌晨 以色列軍方對加薩走廊展開空襲 人口密集的住宅區 傳出巨大爆炸聲 煙霧瀰漫 炮火點亮夜空 一方指控前一天從黎巴嫩 射向以色列的三十四枚火箭 是巴勒斯坦團體側動 總理納坦雅胡誓言 讓敵人為一切侵略行動 付出代價 軍方隨即鎖定哈馬斯 控制的加薩走廊 與黎巴嫩南部地區展開 報復攻擊 宣稱破壞了哈馬斯的兩條隧道 和地下武器工廠等設施 不久之後 加薩走廊也發射新一輪火箭 回敬以色列 目前正值猶太人於月節 跟穆斯林斋戒月期間 加薩街頭空蕩蕩 民眾擔心事態惡化 影響生計 以巴情勢急劇升高 主因是以色列警方連續多日 在耶路撒冷 伊斯蘭教的第三大聖地 艾格薩清真寺突襲檢查 與巴勒斯坦人爆發衝突 6號從黎巴嫩發射的34枚火箭 是17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雖然以色列的鐵窮防空系統攔截了大多數的火箭 也有少數落在境內造成破壞 聯合國駐黎巴嫩的 維和部隊表示 局勢極其嚴重 堆促雙方克制 哈馬斯則發表聲明 稱以色列需對這次的侵略和後果負起責任 並呼籲所有巴勒斯坦團體團結對抗以色列 公日新聞 社會中別譯